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以色列战机再次出手,旭军遭袭损失惨重,连伊朗都未能幸免。 据今日俄罗斯4月9日报道,当天早些时候,旭军位于霍姆斯的T4空军基地,遭到了来自地中海方向多枚导弹的袭击,稍早前叙利亚认为袭击很可能是由美军发起。 而后来俄罗斯则证实,是以色列实施了袭击,据悉此次袭击旭军T4空军基地,以色列共出动了两架F15战斗机,两架战机先后发射了8枚导弹,对于以色列F15战斗机的袭击,旭军也发射了防空导弹进行反击,其中有5枚以色列导弹被拦截,至少有3枚导弹残骸落在了T4空军基地周边。 以色列战机发射的8枚导弹,虽然有5枚被续军成功拦截,但也有3枚导弹击中了T4空军基地,据悉以色列两架F15战斗机的空袭,给续军及其友军造成了大量伤亡,其中至少有14名士兵身亡,包括多名伊朗军官和士兵,另有数十人受伤,此次以色列之所以攻击T4空军基地, 更多的是因为该基地内驻有伊朗军队,而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一直耿耿于怀,显然袭击T4空军基地,在一定程度上能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。 实际上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,续军忙于应对全国的叛军,对于周边敌对国家几乎放弃了警惕,而以色列则趁机频频出手,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攻击。 据悉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,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次数超过了一百次,其目标多以炮兵阵地,指挥中心、弹药库、空军基地和坦克等目标为主,并给叙利亚境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。 以色列之所以频频空袭叙军目标,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叛军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叙军的实力。 毕竟叙利亚两国是宿敌,先前由于忙于对付全国的叛军,对于以色列战机的袭击,叙军很少会做出反击,并且叙军也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对手。 后来即便有俄罗斯军事进入,续军对于以色列战机的空袭,基本上也默不作声,但随着战事的逐渐好转,续军也意盖往日的做法,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强硬起来。 不久前以色列战机在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时,被续军防空导弹击落一架,这也是自1982年以来,续军第一次击落以色列战机。